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非常的落寞的 那么也因为这个缺陷的导致她觉得自己永远得不到幸福 所以对于她来说没有太多选择的权利 当她有一个机会可以拥有一个妻子 在七天的时间里面过上她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的时候 于是她就走上了这个绑架的这条路 你穿一只双 我去收拾房间 在这部戏里合作比较多的是徐若萱 她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 她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领悟导演想要的 她是一个应变能力非常强的演员 她的美和性感是从骨子里面散发出来的 所以在这部戏里面虽然她的装扮也好 或者她的服装也好 都是很普通的人妻的打扮 我觉得有一种很致命的一种诱惑 然后在这部戏里面我们也有一些肢体的接触 但是不是我打她就是她打我 算了 冲去 然后中间只有一场戏是吻戏 结果我刷好了牙 做好了一切准备 后来导演说只需要亲脸就好了 我觉得我跟导演还不是很熟 他还不是很懂我的心思 所以呢这次合作下非常非常的愉快 也很期待在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之间的火花 我叫Fork 我在这个电影里面演的是人妻 王学斌的妻子Tiffany 是一个人人羡慕 外表看起来很恩爱的一对夫妻 但是其实在家里面相信如兵 一直生不出孩子 里面的人物都是把他们的脆弱藏起来 然后外表表现得坚强 我跟何炯真的非常有默契 我们都希望达到导演心目中的完美 去发一波我都进去 所以每个镜头我们很努力地去撞那个火花 就是不叫我老公在而已 才被你这个矮冬瓜整整少了六天 把你当老公问要吃 我叫你身体不舒服 我还要特别去买药 买到不安你还没事 你只有飘悟 到底要怎么当你老婆啊 要在这里 要不要吃随便 王学斌是我戏里面的老公 因为他要杀我 又策划了这个绑架案 所以我整个人在那个状态里面 一开始就非常地愤态 我去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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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想睡 可是我需要那些保险金 去挽救我的生意 不过我不会让你往死的 我会给你修一个漂亮的坟墓 上面写着 正能何时烧群之墓 他在家里是非常温柔体贴 然后相近如宾 但是直到我看到他 有小三 然后他用另外一种演艺方式 就是更年轻 更活泼 变成另外一种男人 觉得嗯 学斌 好演技 好到我就恨你恨得牙痒痒的 就像一个孩子 他在家里 他太太并没有飞扬跋扈 但他还是觉得有压力 没有及时去解决这些东西 还是让他越来越热化 他完全是一个扭曲的人 你这个时候回来干什么 我来杀你 当他在外面碰上一个 年纪很小的 什么都不会 还需要别人帮助的人的时候 他就会有那种满足感 过失败的这个步骤 我想陪他一起去旅行 他是可以掌握一切的 而不是说他是一个 穿得弱小的女孩 这几个人都挺无理的 你老公这顺衣搏穿的挺合适的 稍微有点点长 医生说你们以后接吻的时候 注意一下姿势 因为你有的时候 你自己觉得很有意思 不是最准确的一个感受 如果你很喜欢 然后你的对手们 也觉得很好的吧 那他应该是还不错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供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